各位朋友好 我是总问题介绍非读不可好说的作家郑光宇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这一本 《伟中歌》往伟中写的 《都是我朋友的事》 趁我还记得一定要写下来的男人鸟事 这本书其实是伟中歌 他在大陆的《蜻蜓FM》上面的一系列的节目 然后把它变成了文字之后成为的一本书 为什么我会推荐这本书呢 我不得不说《伟中歌》的确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 他里头的每一篇短篇小说 说不定有几个是他自己的故事 但是他都会讲成是他朋友的事 为什么呢 当然是这个害怕被老婆骂了 这里头的一些故事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去回头听一下 他在大陆这个《蜻蜓FM》里头用说的 我觉得伟中歌的声音非常的好听 所以你看看文字 那如果眼睛累了的时候呢 听听他用说的方式 把这些故事说出来 都是非常吸引人的 对于未来有一些朋友 你可能也希望自己做podcast 自己做节目的话 伟中歌他的这个音频 跟他的这个书 我认为都是非常好的效法 跟模仿的对象 那么伟中歌呢 在这一本书里头呢 主要就是讲了很多 他自己周遭朋友的事 特别是针对40岁以上的男人 我觉得看了会非常的有感 这些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呢 每一个都足以成为一个长篇小说 也足以成为一些电视剧啊 短剧啊或者电影的素材 我举其中几个 我看了觉得特别有感触 或者心有七七烟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一个呢 当然就是阿信的故事啊 这个阿信绝对不是五月天那个阿信 也不是那个信乐团的信啊 就是他的一个朋友 那这个阿信呢 是他的一个大哥 这个大哥呢 本来在年轻的时候赚了很多钱 也非常喜欢去酒店 在酒店里头认识了一位小姐之后呢 就晕船了 不定时呢 这个酒店小姐就像大家在电视剧 还有报章杂志上看到的 今天呢 弟弟傻了 妈妈病了 爸爸进牢了 都需要钱 就会不断地从这个阿信身上挖钱 一般人看到都会觉得 那你肯定是被这个酒女骗了嘛 但是呢 这位阿信觉得 这个酒女就好像是我的妹妹一样 你们不要这样说她 结果后来呢 发生了九二一大地震 那天晚上啊 她头也不回地跑回家 心里想的就是 只要我的家人没事 我以后再也不去酒店了 还好呢 真的家人没事啊 但是从那次事件之后呢 这个阿信 他就理解到 原来自己真正在乎的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谁不就是自己的家人吗 透过像这样子一个故事呢 我想韦中哥也是希望我们大部分在看的男人呢 都要知道我们自己到底真正在追求的是什么 如果你也曾经花天酒地 你也曾经迷恋于灯红酒绿的话 看了这本书之后 想一想 说不定你就会及早毕业啊 从这灯红酒绿 酒池肉铃之中毕业 知道自己到底真正要的是什么 在书中呢 还提到另外一个他朋友的故事 就是念中跟大群子的故事 他的这个好朋友念中啊 对他们这个小学同学啊 这个眷村里头 这个大群子这个女孩呢 一直念念不忘 即使他后来事业有成 做了非常非常多 让自己人生啊 觉得很骄傲 或者是有一点后悔的事情 这个念中脑子想 不是自己的老婆 就是自己当年那个想追 追不上 没有勇气 去获得那个女孩子 大群子 终于在这个念中 四五十岁的时候 觉得我一定要再见大群子一面 因为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他 伟中 让我跟他见个面吧 所以伟中哥就帮他 要到了电话之后呢 让他们互相约碰面啊 最后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本来这个念中呢 感觉大群子一路开绿灯 让他给冲冲冲 感觉是可以冲到终点了 结果晚上八九点的时候呢 念中主动跟伟中说 哎来可以载我回去了 伟中哥问他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女生的身材变样了 或者是长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让你不想跟他更进一步 其实不是的 重点是这个大群子跟念中要钱啊 跟他说 我最近日子过得不太好 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一下 但是对于念中这种吝啬小气鬼 这句话跟要了他的命差不多啊 不瞒各位 跟要了我的命差不多也是一样的 很多男人啊 本来就很小气 结了婚之后呢 更小气 跟这个小气呢 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是真的小气 他呢 只是想要把这些钱都好好的存下来 留给自己真正信任 要一起携手共度人生 一起走下去的人嘛 所以有人说呢 小气的男人不会外遇 我认为也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不想浪费钱啊 那么读这些故事啊 很多人会说 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跟大家说 我的读者 很多都是从我出第一本书 一直到现在 年纪大概也跟我差不多 或者小个十岁左右 现在也都三五三六 这个年纪的人 想的应该是家庭 又或者是未来 我要对我的孩子 对这个社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而这本书呢 在读着读着的同时 就会不断让你去思索 到底对你来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友情 是亲情 是健康 还是爱情 这些东西想通了 我认为你人生的下一步 才能够走得更稳健 我也希望呢 大家可以看着伪中歌 非常幽默 风趣 或者是让你惊讶 万分的文字 而能够去思索 你自己人生 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 我是总为你介绍 非读不可好说的作家 郑匡宇 希望这本伪中歌的 都是我朋友的事 能够让你知道 对你来说 什么是你人生 最重要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